大家好,Patreon那邊是月頭來的,記得要join,最好處的,整個月吃光了 今個月第一次的專屬直播大概是今個星期尾 話題就是我對於未來的世界盃大局看法 另外最近有不少歐國聯賽事 不過一場半場歐國聯就不足以做一條10分鐘的蔡侯平 所以我打算先儲多幾場,一次過去講 而且不是用蔡侯平的角度,是用準備世界盃的角度 至於轉會評論方面,這裡我都不停在搜尋 最近發現大部分轉會消息的推進都很慢 很多大球會都覺得不用心急,慢慢談價錢 所以我打算先儲多一陣新聞 變成現在我們可以找其他的話題講 今天這個球季總結暫時停一停 今天突然想講另一個話題 是有兩條問題想答一答 事關發現最近坊間有兩個有趣的看法 有人認為今季利物浦最重要兩個錦標 英超歐聯都只能拿第二名 即是兩個重要錦標都輸了 那就是高普,太過堅持四線作戰 竹總盃聯賽盃都踢到決賽 要用了喝奶力兩次和CELSE賽速120分鐘 就算互射12碼贏了 但是已經削弱了 就是打英超和歐聯的體能 沒搞到歐聯決賽處於體能劣勢 以及太過多傷患的困擾 輸了給皇馬 我會分析一下這個看法是否合理 另外還有第二條問題 就是張伯倫今個暑假就很大機會被放棄 原因當然就是太過多受傷 這樣保持不到狀態 很難再為利物浦上陣 但是有人認為張伯倫這麼多傷患 都只不過是和利物浦拼命 是利物浦的全場重金屬壓迫戰術 所引致他這麼多受傷 高普是罪灰禍首 所以用這樣的原因去放棄張伯倫 真是欠缺人情味 那不如我先回答這條 關於張伯倫的問題 要確定張伯倫的受傷 是否因為利物浦所引致 我們必須要看看 張伯倫效力阿仙奴期間 他的傷患是怎樣的 我就是為大家看完所有 張伯倫的傷病歷史 再歸納來總結 首先 張伯倫效力阿仙奴六個球季 因為受傷而錯過的賽事 一共有81場 平均每一季錯過13.5場 大家先記住這條數 張伯倫踢阿仙奴平均每季錯過13.5場 跟著 張伯倫效力利物浦五個球季 因為受傷而錯過的賽事一共是74場 平均每個賽季錯過14.8場 即是說張伯倫踢阿仙奴的時候 每個球季錯失13.5場 踢利物浦的時候 每個球季有14.8場 踢不到 即是說踢利物浦的時候 是多了受傷的時間 但是 都只不過是每一季平均 多了1.3場 所以就是說踢利物浦的時候 只不過是每一季 傷多了大概一個禮拜 就不可以說張伯倫轉會了利物浦之後 大幅度多了傷患 而事實就是踢兩間球會的時候 同樣都是差不多受傷的時間 因此 根據所有的數據顯示 張伯倫並不是主要因為利物浦的戰術才多傷 而是他根本的身體是容易受傷的 甚至可以說 在阿仙奴的時候 已經累積了不少救患過來 利物浦接手的時候 早就知道要承受這個風險 並不是說玩了全場重金屬之後 才增加了張伯倫的傷患 所以最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這樣 轉了會之後 利物浦用了新的醫療方法來幫他 可惜還是未有改善 而利物浦想幫他 但是幫不了他 如今利物浦要放走他 都不可以說沒有人情味 甚至可以說 利物浦是給了張伯倫一個重新的機會 高普給了機會他轉型打中路中場box to box 100年破萬城今生那場 令到張伯倫打出人生最重要的賽事 入了人生最關鍵的軟舌 而且張伯倫就只適合打這種快打快的戰術 是用全場重金屬的壓迫 襯托出的個人能力和速度 所以張伯倫更加適合踢利物浦 反而不是太適合踢阿仙奴那些控傳的戰術 高普的早期未玩控傳的 還是在玩重金屬 所以當時轉換是對的 可惜張伯倫的身體 就只能支撐那麼多 這個是他自己的問題 不是戰術的問題 變成今次的分手應該是和平的 而雙方應該是感謝對手才是 如今利物浦風格 竟然慢慢轉成控傳 控制大局 控制節奏 慢慢猜拆 破密集 變成這裡又不是太適合張伯倫 所以放棄張伯倫在這一刻 都是合理的 好了 接著我們回答第二條問題 即是利物浦今季 英超和歐聯 都只能拿第二 是不是因為高普太堅持四線作戰 拿聯賽杯冠軍 拿足總杯冠軍 太過貪心呢 沒有計清楚 球員的體能 尤其是正選球員的體能 高普是聚灰禍手 搞到歐聯和英超都輸了呢 這個答案就是 今季一開始的高普 根本是沒有想過四線作戰 這個才是真相 甚至乎是可以說 一開始高普是沒有想過 拿聯賽杯冠軍 拿足總杯冠軍 甚至歐聯那時候 對AC米蘭兩次高普都出了些後備球員 高普今季其實最重視是英超的位置 為什麼這樣說呢 為什麼沒有想過拿聯賽杯 足總杯呢 我們就可以由聯賽杯 足總杯的陣容 就看到了 聯賽杯先 第一場抽中諾惟治 英超對手來的 不是英冠 不是英甲 不是英元 如果想拿聯賽杯冠軍 如果要過關的話 理論上對諾惟治 應該要用多些正選陣容 是不是 但是利物浦的陣容是怎樣呢 南野托薩 奧列治 哥頓 做前面三個進攻點的組合正選 中場呢 張伯倫 忠斯 基達 後防線 森美卡斯 高美斯 干拿迪 巴迪 守門員 基尼赫 如果當基達和干拿迪是正選球員的話 這個陣容一共有九個後備球員 當中有兩個青年隊成員 但是這一群後備球員 都能夠幫利物浦贏到0比3 那贏就當然要進級 沒得說不踢下去 去到聯賽杯的第二場 抽中普雷斯頓 用10個後備球員當中 兩個青年隊球員又贏0比2 又進級了 去到八強對里斯特城 對著英超 一些就算是有實力的球隊 如果真的想贏要進級決賽的話 應該要用正選去對里斯特城吧 但是高普呢 都出了八個後備來打里斯特城 當中還包括三個青年隊成員 都被利物浦互射12馬進級了 又要繼續打 打到四強了 四強要打兩個回合 更加多賽事 沒辦法啦 規矩來的 誰叫進島級嗎 互射12馬都上到來 沒得避 四強對手對阿仙奴 英超B6分子 如果真的想入決賽 是不是應該要出進正選 但是兩個回合都沒有用到文尼和沙拿 文尼沙拿完全沒有出 而兩回合合計 都要淘汰阿仙奴 贏0比2 整個進級過程 完全沒有用十號十一號 沒有用文尼沙拿 都要打進來決賽對車路士 認命啦 沒什麼好說啦 怎麼都要踢決賽的啦 難道決賽才來玩放棄嗎 難道決賽才高普說 喂 我們其實呢 不要這個杯的 我們要留力打英超打歐聯的 這場決賽呢 這個杯呢 聯賽杯呢 不要要了大家 啊 這樣 難道真的可以這樣說嗎 如果真的這樣說的話 我想第二天高普不用擄了 董事局就會認為 喂 這個教練 沒什麼吧 沒野心的完全 炒得啦 來到決賽才來玩放棄 難道真的想搏炒 所以打到決賽對車路士 出回正選 無可口非的 要怪 就怪利物浦班後備太厲害 一路殺進來決賽 這個呢 完全是高普意料之外 他沒有想過要拿這個聯賽杯冠軍 至於啦 捉總盃呢 其實高普的用人方法大致上 跟聯賽杯差不多 每場賽事起碼都用4-5個後備 有些賽事用到6-7個 一開始沒想過呢 是重視捉總盃的了 要怪呢 就是怪過天啦 利物浦在捉總盃的籤呢 抽來抽去都是抽好籤的 第三圈是抽櫻甲 用了不少後備的了 都贏了4-1 第四圈只不過是對卡迪夫成鷹甲份子 用不少後備的了 又贏3-1 第五圈呢 對回諾域治 用不少後備了 都贏2-1 去到八強了 只不過是抽中洛定咸森林這一支 下一季才會打英超的球隊 用不少後備的了 都贏0-1 整個進級過程完全是沒有用 10號11號文尼莎拿打正選 同樣要殺到進來四強對曼城 認命啦 繼續要打這個竹總盃 去到竹總盃四強和決賽用回正選 是對曼城對車路士都無可口非的 也是這樣說的 沒有可能叫球員來到竹總盃四強和決賽 才玩放棄的 所以要怪的 都是要怪利物浦的教練團隊 真的訓練後備球員太好了 每次出到來都有課交的 這樣都可以幫你密普殺到進來兩個杯賽的決賽 高普一開始根本沒有想過要拿這兩隻杯 現在呢 是搞到天要他不拿不行的 那就認命啦 沒有辦法啦 四線作戰啦 那如果高普真的要堅持 由頭到尾四線作戰一定要拿四冠王的話 足總盃聯賽盃進級過程當中用多了正選 哦 那就不會像現在去到五月尾才有這個雙兵啦 聖誕節就雙兵潮啦 所以就說高普他沒有計算好正選球員的體能 太過貪心聚灰禍首這個說法 絕對荒謬的哦 所以我才會稱讚高普今季真是進步了 兩年前的高普呢 就真是這樣講得通的 就是太過貪心啦 沒有清楚計算正選球員體能啦 搞到故此失彼啦 當時是說2020年兩年前 即是利物浦拿英超冠軍那一季 就是長長搏進 不輪緩 去到2月1號的時候 利物浦英超排名排第一 甚至領先第二位很多分 基本上都差不多肯定拿冠軍的那樣 但是對收藍頓的時候 那些正選球員贏到3比0 依然是要繼續想拿第四球 第五球第六球第七球 不停跑不停快攻反擊 完全沒有拖慢節奏 完全沒有keep體能 高普也都不拿走這個沙拿 讓他繼續數壺 由得他繼續拆數據 無辜辜一場贏硬 也都不需要再贏得多的賽事當中 浪費太多的體能 是浪費了無謂的體能 搞到在一個半月之內 是勾亂捉總盃連環出局 當時我大力批評過 但是我很高興 就是高普吸收了這一年的經驗 來到今季的利物浦 是拖慢比賽節奏來打 keep體能來用 用多些就是輪換 足總盃連賽盃用絕大部分的後備 就是可惜一件事 今季是有非洲國家盃 以及世界盃非洲區外圍賽 文尼沙拿是打到足 去到關鍵大戰這樣打 才會搞到五月份利物浦有些傷兵的問題 這個是無可奈何 所以總結 我認為利物浦今季都盡了力 都無可挑剔 唯一雞蛋裡面挑骨頭 就是當兩隻翼被人搞定了的時候 利物浦面對密集期間欠缺禁區頂的主角創造力 就是整個體系就用不到基達的進攻中場組織力量 但是這樣說 基達他經常都受傷 很難說練到套路出來 所以唯有希望利物浦來今轉會市場當中 除了買快翼之外 看看可不可以買到一個 未來年輕有潛質的進攻中場做下主角 加強禁區頂創造力 不過相信都要看看他們清雨血的進度 能夠增加多少轉會費 多少的薪酬空間出來才行 接著又講一下利物浦對於文尼續約的態度 文尼貢獻這麼大 但人工竟然一直低過張伯倫 利物浦這樣都不肯大幅度幫文尼續約加薪 是不是欠缺人情味 這裡會由Patreon片未彩蛋繼續講下去 記得要支持Patreon 還有要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 我的影片才會被推送 我頻道才會增長 多謝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 拜拜